猫科动物种类繁多 人们提起性情凶猛的大型猫科动物 最多想到的还是狮子老虎等 殊不知在猫科咬合力这方面 狮子老虎却也不及另一种 分布在美洲的大型猫科动物 它就是美洲豹 美洲豹的咬合力可达惊人的1250磅 稳居猫科动物榜首 而同在美洲生活的还有另一种 以敏捷著称的大型猫科动物美洲狮 美洲狮和美洲豹都是当地顶级的掠食者 二者的栖息地也有重叠 并且它们也时有交集 那么如果美洲豹对战美洲狮 美洲豹凭借猫科第一的咬合力 是否更强呢 首先我们从二者体型上做对比 美洲豹是一种体型紧凑 肌肉发达的动物 体型仅次于狮子和老虎 体长1.12至1.85米 体重35至150公斤 美洲豹不仅肌肉发达 四肢也异常地粗短有力 反观美洲狮 体型细长 行动0米 体长0.86至1.54米 体重在29至125.5公斤 美洲狮虽然被称之为狮 除了外形与磁狮相似以外 本质上却并不是狮 反倒与猎豹 还有美洲的细腰猫这种动物是近亲 并且和它们同属猫亚科 单从体型上对比 显然美洲豹要压美洲狮一头 而且美洲豹1250磅的咬合力 也要大于美洲狮924磅的咬合力 而且美洲豹和美洲狮 都是独行性食肉动物 美洲豹在它的生活区域 能够轻松猎杀成年凯门鳄或者森林人 甚至有记录美洲豹 还曾捕杀美洲黑熊 美洲豹处于食物链顶端 几乎不会沦为猎物 但美洲狮就不同了 它们要时刻提防美洲黑熊 还有美洲狼群 特别是狼群 它们可谓是美洲狮的宿敌 这么对比看来美洲豹不管从哪个方面 都要强于美洲市 那么实战中又能如何呢 在一部纪录片中 记录了野外一支成年美洲市 对战美洲豹的真实战斗画面 画面中两兽见面直接大站在一起 而且整场战斗一直是美洲豹压制美洲市 但是最后却是有些出乎意料 虽说美洲豹各项数据都要比美洲市更强 但是这一战的结果 却是以各项数据更强的美洲豹 落荒而逃收场 这其实也证明了美洲市实力的强悍 所以美洲豹凭借猫科第一的咬合力 不一定就能战胜美洲市 不还有句老话吗 狭路相逢勇者胜 大家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